台中市府检验出台糖安心豚肉片含有瘦肉筋 中央检验同品肉品却没有检出 反倒让卫福部次长王碧胜捡到枪 食品药物管理署也有提醒台中市政府 是不是要再更审慎一点 但是台中市政府就进行公布 那各位记者先生也是再去问一下台中市 他这个急于公布的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 台糖5号申请复检将由卫福部食药署 台中市食安处个别检测 最快四天就会有结果 而就在地方忙着查真相之际 卫福部次长王碧胜却质疑台中市府 为何要那么急着公布 这让王有大酸不公布 难道是要等人民吃下度 事后再怪地方黑箱吗 中央急了开始准备要洗地 难不成想学高端风损30年 更有王有以王碧胜的外语绯闻 怒酸跟小三一样想盖牌 我觉得王碧胜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示出 他就是想要行歧视宁人 你检验出有剧烈毒性的西布特罗 结果你反而想要立刻遮掩 王碧胜这个已经完全不识认 另一位徐炒鑫 更爆料食药署中区人员 曾经在过程当中暗示台中市政府 不该公布瘦肉卿的问题 中央急盖牌 让徐炒鑫痛批太荒唐 击查出问题政府不是找出真相 而是要去追究 而是要去追溯 那些帮人民找出问题的人 这不是很荒唐的一件事吗 瘦肉精于云还未解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陈廷飞各个先跳出来 喊话要台糖 把击查出瘦肉精的台中市府 告到底 陈廷飞可以鼓励去告 台糖也最好去告 到时候不要被法院认证 台糖自己有问题 政府单位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谁敢当吹哨子 谁就要把他抓起来吗 陈廷把卢秀院团队 当成眼中低音肉中刺 中央遭批不顾人民食安 竟要吹哨者近身 令人惶恐 既然让我中章说韩 台北报导